念佛化解,杀身业力 站在门边的他呆住了 鼓着两颊,瞪大眼睛,懊恼于自己的疏忽 黑亮的蚂蚁大军一波波挺进 旋风般的攻陷了厨房 还传送着战利品,高唱凯歌 他大跨步,急忙提起开水壶 泄愤似的倾倒 滚烫的水噼里啪啦落下 如地狱猛火 灭的蚂蚁们几乎全军覆没 发出无声的哀叫 来回几次以后,他总算落了个悠哉 鄙视着截后余生的蚂蚁搬运他们阵王的同伙 可是一天晚上,他梦见一片不回好意的黑色海洋 疯狂地把自己卷了进去 哎呀,他大吃一惊 在密密麻麻的黑色大鳄下 他不断挣扎的手脚都露出可怕的骨架 其实几天前,他已经发现身体红肿发痒 疼痛难耐,像被烙过一样 这下可好了 身体沉重,却不得不四处求医 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还能得意什么呢 惊恐,噩梦 几天下来,他已经一致消沉 病弱得又黑又瘦了 好在家里来了一位出家师傅 慈悲地给他讲因果 叫他好好念佛,回向消灾 现在,他只是静静地念佛 病痛痊愈 是阿弥陀佛的大光明 让敌人变朋友 也照破了他黑臭的心 缓缓流露出芬芳和温暖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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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